在谍战剧的广阔舞台上,那些潜伏于暗处的地下工作者同样会直面枪林弹雨的洗礼,他们的战场虽隐形,但危机四伏,稍有差池,便可能将生命交付于无常,这便是特工们日复一日的生活写照,惊心动魄,生死未卜,却仍吸引着无数观众的目光,随着秦浩与杨幂主演的新剧《哈尔滨1944》的开播,九年前的经典谍战剧《伪装者》再次被点燃,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。 《哈尔滨1944》的主演阵容无疑为这部剧增添了不少话题,尤其是杨幂饰演的女主角关雪,更是引发了观众们的热烈讨论,有人质疑她的演技,有人对她的颜值提出异议,然而,在谍战剧这一领域,能够展露头角的女性角色实属难得,一旦成名,其地位便如同白月光般稳固,提到《伪装者》中的汪曼春,这位女特工的形象便跃然直上,与关雪相比, 汪曼春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与性格,她出身于富贵之家,却为虎作娼,成为了家族利益的牺牲品。 明家与汪家虽同为富贵门第,但两家人的选择却大相径庭,明家的兄弟姐妹们选择了正义的道路,而汪家则为了家族的荣耀而不择手段。 汪曼春与明楼之间的情感纠葛更是令人唏嘘,两人年少时便有情愫,然而家族的纷争和算计让明家陷入困境,明楼表面上与汪曼春纠缠不清。 实则早已背负多重身份,潜伏于敌后,而汪曼春则一直沉浸在明楼为她编织的美梦中,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幡然醒悟。 在这部剧中,汪曼春的命运令人扼腕叹息,她本是一个出身名门的千金小姐,却因家族的野心而走上了不归路。 她对明楼的深情厚意最终也化为了泡影,这一切都成为了伪装者中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典片段。 明台携于曼丽参加任务,差点被逮,于曼丽一声嫂子,冷清的汪曼春,一下子就变得温柔了。 王欧的演技真可谓炉火纯青,将恋爱恼的形象刻画得入目三分,即便是后期对明楼心生疑虑,她初时仍能保持阴冷的态度,一旦遭遇明楼的反击,却又能迅速变得乖巧驯服,转变之自然令人叹为观止。 在《哈尔滨1944》中,杨幂所饰演的观雪一角,与普通女特工大相径庭,她出身瓜尔加世,这本应是个显赫的姓氏。 但故事发生在1944年,这个姓氏却如同催命符一般给她带来了无尽的困扰,自幼历经磨难,饱受打骂与追杀,幸得着武相救,才得以保全性命。 之后,她远赴日本求学,凭借自己的努力,一步步攀升至领导地位。 然而,她并非为日本人效力,她深知时局变幻莫测,唯有依靠自己才能在这乱世中立足。 她所求也并非全是,她的所有行动,只是为了摆脱过去的阴影。 为自己和弟弟小凯创造一个安稳的未来,因此,她对自己狠辣无情,即便是受伤狼狈,也始终将任务放在首位。 但与此同时,她又极懂得享受生活,平时的打扮,总是精致无比,大波浪的发型,精美的妆容,这些都无损于她的威严与气场。 她对宋卓文,那张与救命恩人着武相似的脸庞,似乎有着特别的情感,给予她诸多优待与提拔。 然而,这并不意味着她真的陷入了情网,她对身边人的好,更多的是一种策略与算计。 包括宋卓文在内,她从未真正信任过任何人,小凯的年纪上轻,思想单纯,甚至有些跟正苗红的倾向,这让关雪在乱世之中更敢孤立无援。 她深知自己无法后退,只能像孤狼一般,在这乱世之中艰难前行,而最终的结局或许早已注定,她将为自己的选择与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。 不同的角色,自然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,杨幂与王欧所展现出的不同状态,都完美地契合了各自角色的特点。 此前在《梅花红桃》中,关晓彤饰演的女特工左双桃同样引起了观众的热议。 她原本是个爱国青年,为了报效国家而成为一名军统特工。 然而,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,她逐渐发现组织与自己理想中的差距,那种以杀人为手段的做法让她难以接受。 这些角色,无论是关雪、汪曼春还是左双桃都有着各自的故事与命运。 他们在乱世之中挣扎求生,为了不同的目的与信念而战斗,而演员们则通过精湛的演技,将这些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,让观众为之动容。 左双桃在完成任务时,看着同伴死去,却演绎得十分死板,没有渲染和共情能力,独自执行任务时,左双桃仍身着精致服饰。 这不禁让观众对她产生了些许疑惑,觉得这样的形象似乎与接地气的角色设定有些出入。 在《梅花红桃》的剧情中,左双桃的主要任务多位智取,而非展现身手。 然而,与赵丽颖相比,关晓彤在情感渲染方面的表现确实稍显逊色。 同样面对同伴的惨死,怀疑自己选择的正确性。 赵丽颖的演绎却比观晓彤更为出色,她的表演深入人心,让人感同身受。 赵丽颖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实力派顶流,每一步都走得扎实而坚定。 尽管赵丽颖因古装仙侠剧而走红,但她并未止步于此,还尝试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剧集, 如《民国谍战剧》、《年代剧》、《现实题材》等,在与陆毅主演的谍战剧《胭脂》中, 她饰演了天赋异禀的女特工蓝胭脂。 蓝胭脂在未经特工训练之前,就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记忆力揭穿了日本人的阴谋。 经过训练后,她更是如鱼得水,成为了一名出类拔萃的特工,身为附加千金。 即便投身特工事业,蓝胭脂身上依然散发着一种从容不迫的气质。 仿佛所有难题都能迎刃而解。 当蓝胭脂手持枪支,泪水盈眶地指向好友冯曼娜时,她大喊。 这充满穿透力的声音让观众深感共鸣,蓝胭脂为了国家,而冯曼娜为了家庭, 两人的选择注定无法两全,亲眼目睹伙伴惨死。 蓝胭脂的眼中流露出不可思议和即将崩溃的情绪,这才是真正的顶级破碎感。 更令她震惊的是,曾经的好友冯曼娜已变得冷酷无情, 他们之间的感情再也无法回到从前。 执行任务时,蓝胭脂总是冷静而机智,能够迅速找到破局的方法。 她善于利用女性身份,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完成任务。 赵丽颖演绎的女特工形象,既活泼机灵,随机应变,又重情重义, 对同伴的生命极为珍视,蓝胭脂已致取胜。 而唐烟所饰演的钟离,则是一位身手矫健,形式稍显鲁莽的女特工。 唐烟以往的角色多以甜美形象世人, 但她的作品中也不乏一些欲解风范的角色,如子轩、宁科、钟离、阿宁等。 而在《X女特工》中,钟离无疑是唐烟展现的最为飒爽的角色。 1925年,孙中山先生离世后,军阀混战,烽火连天,国民革命政府为了北伐大计, 秘密组建了一个特训营,钟离便是其中的一员,怀揣着为国效力的热忱。 剧中,钟离的身手被浓墨重彩地描绘,每当她手握枪械, 双眼便紧钉把心,神情专注,宛如一位冷酷的杀手。 为了完成使命,她多次冒险前行,凭借着一股非凡的勇气和过硬的身手。 化险为夷,即便曾被敌人俘虏,钟离也能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实力, 巧妙摆脱审问专家的逼供,并成功从敌人基地逃脱,一路奔回训练班。 然而,私下里的钟离却是个情感丰富之人,她曾因一时冲动,破坏了行动计划。 当得知与自己一同进入训练营的姐妹罗亦菲任务失败,深陷淋雨时,钟离毫不犹豫地接过任务, 是要助其一臂之力,在看守人质时,由于钟离心生怜悯, 敌人得以趁机而入,导致人质被杀,文剑被毁,更因过往亲人被炸的伤痛记忆, 她在拆谈训练中情绪失控,竟将整个特训班炸毁。 钟离,这位情感用事却伸手不凡的女特工,总是以冒险的方式完成使命, 而宋毅饰演的余曼丽,则是一位经历黑暗后,以情感为驱动的特工, 在扮演余曼丽之前,宋毅并无其他知名角色,但余曼丽这一角色却让她展露头角, 成为观众心中的经典,余曼丽本人的经历十分坎坷,小小年纪便被养父卖给妓院, 15岁就开始挂牌接客了,16岁染了花柳病,被妓院赶出来,遇到了好心人余老板, 他们也由此度过了幸福的一段日子,可惜,好人不长命,余老板被三个土匪给杀害了, 余曼丽重新出山,把三个土匪在新婚之夜大谢八块, 也因此被称为黑寡妇,被官方判处死刑,在监狱被军统接管之后, 余曼丽被王天峰看中,成为了军校的学生,走上了特工的道路, 不过,已经为余老板报仇成功的余曼丽,其实并不想继续当特工杀人, 是因为明台的出现,因为明台对她好,她才选择继续留下来,和明台携手作战, 后来,明台知道了余曼丽的身世,对余曼丽就有着若有若无的嫌弃, 再也没有之前的心动了,在这样的情况下,余曼丽还是继续选择和明台搭档, 直到最后掩护明台而牺牲,余曼丽的前半生身不由己,后半生都为情所累, 不过,虽然感情上很是痴心,余曼丽的任务能力十分满分, 她的任务基本都圆满完成了军校的训练和之前杀人的经历, 让余曼丽可以轻轻松松做到杀人不眨眼,对待敌人干脆利落, 同时,因为是在上海滩执行任务,余曼丽有大量穿旗袍行动的画面, 整个人既好看又锋利,而且,余曼丽很会利用自己的外貌优势, 把很多目标任务迷得五迷三道,昏了头脑,也借此完成了很多任务, 到最后,余曼丽牺牲的时候,喊的那一句, 让多少观众类目,是全剧的高光时刻, 至死,余曼丽完成了她的痴情,也完成了特工的使命, 女特工的演绎层出不穷,赵丽颖演出了特工的机制和处变不惊, 唐嫣演出了特工俐落的身手和绝境中的不放弃, 余曼丽演出了特工的蜕变,真正变成了不被仇恨所累的样子,相比之下, 关小彤饰演的特工,在整体人物塑造上并不出彩, 关小彤的演绎也没有给人物带来丰富的感情, 尤其和赵丽颖饰演的蓝胭脂相比, 左双桃的纠结和选择都没有那么深刻和吸引观众, 希望今后的编剧和演员继续努力, 为观众展现更立体鲜活的角色和充满吸引力的人格魅力。 欢迎订阅&字幕志愿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